梁美芬議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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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希望他們給我個人一個澄清,最後他們負責的同事就很好,很謙虛,大家談了一次,沒事,只要他真的覺得他講的東西不是事實,我說以後不要再發生,你晚上七點鐘的節目用電子大氣電波,所以你們說是不是每一個人他講的東西,他經過他的感受對某一些人的觀感,是不是一定沒有誹謗呢? 我自己在這方面研究都比較多,就是真的有這樣的可能,所以其實那個問題就是說,為什麼他怕說的東西會誹謗呢?如果我們為什麼要給P&P呢?我就不同意給P&P這個調查的。 我現在明白梁美芬議員為什麼拿到銀勳章,真是太為觀止,這樣你都曲線挺到政府的,下次我提名你拿金勳章。 這句話說話值一個金勳章。 整件事是怎樣呢? 鄧隱光郡就說,如果說真話,就用什麼權力及特權條例,當然是對啦。 不過說真話要有代價的嘛。 這個,什麼名字呢? 鍾樹根又說,喂,史諾頓也是這樣。 史諾頓不是怕說真話的代價,就跑來這裡,現在躲去莫斯科了。 對啦,美國恐怖是另一回事。 所以你是要保護那些人說真話的,對不對? 所以你們就走去說,你不要迫害斯諾頓啦。 你也是叫中國政府著情也好,叫哪裡著情也好。 那現在我們這裡又是行使一個著情的權力,就叫做權力及特權條例。 就令到鄧隱光郡就無畏無懼說,那人家有畏有懼的就說啦。 那有什麼損失呢? 你勇氣這麼高的,就又是這樣說,你還可以多點勇氣咩。 所以鄧隱光太興奮,就是阿國,你不怕而已,人家怕嘛。 那我們是要讓那些怕的人說得嘛。 是不是? 就這麼簡單而已嘛。 那麼他害怕什麼呢? 他害怕施政宇什麼呢? 施政宇更加開心,說得更加開放,更加什麼都說,對他有什麼損失呢? 我們爭水的權力就比所有人都有嘛。 所以這個江郡真是…… 梁繼昌議員